近日有媒體報導 網路流傳一段大型重型機車 在台74縣以時速300公里的速度狂飆的影片 本分局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搜證後向台中地院申請搜索票 並在北屯區的某大樓地下停車場 查獲這輛涉案的重型機車 全案已請台中地檢署偵辦 本分局再次強調 絕不容許任何危險駕車的行為 在本轄發生 本分局也將持續嚴正執法 以杜絕飆車的歪風